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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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的课程我们要讨论 Gangangamu 族语的书写符号 以及发音 这个课程的内容是根据 94年12月15号 教育部和原著民族委员会 会贤颁布的原著民族语言书写系统 运用书写符号 我们将口说的语言变成文字 方便成为记录以及教学的材料 更方便我们语言的流传 这个是史前时代要跨入历史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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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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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族语里面 我们的母音有 音乐 音乐 六个 母音又称为圆音 音乐 在发音过程中 气流 从肺部 经过声道 口腔 不受阻碍发出的声音 大家先跟老师一起认识母音 所对应的书写符号 首先我们在黑板上看到的英文字母的A A 在Gangangangu 族语的书写符号里面 我们对应的是 A 的发音 我们所使用的书写符号 在英文字母里大多有出现 但是我们所对应的发音跟英文不尽相同 都是英文的固定音 大家可以直接由英文转化成Gangangangu 族语的发音来熟悉它 A 现在大家跟老师把这六个母音念一次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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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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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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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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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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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把它称为辅音 我们在发音的时候 去留在不同的发音器官部位 受到阻碍 就会形成不同的声音 例如大家可以念念看 马 马 啦 啦 沙 沙 阿 阿 现在 请你体会一下 在你发出这些声音的时候 舌头和嘴唇的形状和位置 有什么不同 首先 妈 妈 用心感觉一下 在你发出这个声音之前 是不是一定要把嘴唇先闭起来 再打开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气流运行的过程 会在嘴唇的部位受到一些阻碍 我们就把 这个字音称为 纯音 接下来我们再试试看 发出这个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先把 舌尖往上顶 这个音对我们称为舌尖音 其他两个子音和 阿的组合是 沙 这两个子音的发音方法是什么呢 老师先不说出答案 请大家自己先体会看看 我们要学习子音有很多 在尝尖往上顶尖往外 一共有十一个子音 要了解这些子音的发音方式 除了我们刚刚发音的部位的不同以外 还可以依照发音时声带震动与否 分为轻音和足音 例如我们念 巴 巴 如果我们发波的音的话 音带不会震动 称为轻音 而我们念 巴 如果我们发出 巴的音的话 声带也会稍微的震动 称为卓音 另外根据发音的方式 我们又可以分为色音 差音 鼻音等等 很多不同的发音方式 其中 摄音是发音时 去流通路是闭塞的 然后突然打开发出声音的这种方式 差音是两个发音器官彼此靠拢 形成狭窄的通道 去流通过的时候造成 湍流发生摩擦 发出声音 好 我们大家感觉一下 撒 撒 鼻音是两个发音器官彼此靠拢 发音的时候 口腔中的气流通路被阻塞了 软饿下垂 去流通过鼻腔 一般的鼻音也可以视为赛音的一种 因为发音的时候 去流通往通路被阻塞了 好 大家念念看 嘎 嘎 除了这些以外 再细致的区分 还有很多不同的发音方式 如果要深入的学习 需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先简单 有个初步的印象 后续会有机会再详细介绍 黑板上有个图片和发音部位的名称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黑板上有个图片 Kanakana 舞 族语里的色音 一共有 B 双唇色音 D 舌尖色音 G 舌根色音 下面这个是 喉色音的符号 老师没有办法 透过声音来表达它 这四个声音都是轻音 单独只有子音的时候 应该是不太容易发出声音的 我们可以练习 将这些子音和前面所学的六个原音 互相配对来学习 阿 耶 咹 呕 呕 呕 我们来配对看看 BBA,BEP,BIP,BBO,BBU,BAP,B 呃 再来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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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滴 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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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再来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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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 携 携 捕 携 颗 颗 颗 顾 顾 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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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思义 发音的时候气流被阻断在喉头处 这个部分初学的人常常会分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听老师的声音跟老师的嘴唇 注意听 他和只有母音时候的声音是不相同的 我们来做比较一下 老师现在念的是没有放喉色音的时候的母音的念法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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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伊 伊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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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现在所念的显然是没有喉色音的声音 我们要很清楚的分辨出来 我们要很清楚的分辨出来 浩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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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人 海 课 音的组合怎样发出声音出来的 我们先从V开始 Wa Wa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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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Wa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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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 S的声音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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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还有 S的声音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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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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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样先仔细听一次 每一个子音的组合 我们先从m开始 ma ma me me mi mi mo mo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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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 呢的部分 na na ne ne ni ni no no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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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鼻音还有一个 ng 的声音 老师先提醒 这个声音一般我们的族人要经过一番的非常仔细的体会它我们才会发出很正确的声音 所以这个部分同学们要特别很清楚的听老师的声音 好我们开始 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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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e nge ngi ngi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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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 雷 雷 离 离 楼 楼 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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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学会了以上基本的发音以后 现在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词汇的书写 应该要怎样用前面所学的发音 把它念出来呢 请大家看黑板上的符号 跟老师一起来练习 我们来先看 A的词汇 A 尼 戏 A 尼 戏 Nu 马 尼 Nu 马 尼 再看A的词汇 J 牙 J 牙 Dabinang Dabinang Yi 的词汇 Yi Viji Yi Viji Dudui Dudui O 的词汇 Vo 尼 Vo 尼 Vo 尼 Mu 苏 罗 乎 Mu 苏 罗 乎 Mu 苏 罗 乎 Zai 看 U 的词汇 Vo 尼 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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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 最后我们看 U 的词汇 U 子 U 子 Vo 尔 看到了母音在实际的词汇中的发音方法以后 我们再来看子音的例句 在前一课的课程活动里面 大家已经都学过所有的子母音的配对 所以接下来的练习 我们着重在相近音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 B ABULU ABULU 这个音是轻音 我们可以对照跟他发音部位相同的主音 V V VUGU VUGU 对照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感觉出轻音和卓音的差别了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 接下来我们在看 ... TARUGUGAH TARUGOOD dabi sinad 接下来我们来看 si 的音 sabanili sabanili daguishi daguishi 我们再看si 的声音 大家听听看 zanumu zanumu dazao dazao 接下来我们来看 喉舌音的部分 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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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zai a zai gu ngā a gu ngā a da anna da anna 接下来我们看 me 的发音 ma zaza ma zaza j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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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你自己发音的嘴型 当你发出这些声音之前 双唇是不是一定是紧闭的呢 这就是他称为 双唇音的原因 我们对照以下另一个鼻音 na的声音 navumu navumu ta ngu ta ngu ta ngu 再感觉一下 再感觉一下 这次发音前 双唇有没有紧闭呢 应该是没有 如果有的话 就会变成m的声音了 提会一下 这次发音时 你的舌尖的位置 就会知道 他为何被称为 舌尖音了 当我们发音部位 从舌尖改变成舌根的时候 就可以发出另外一个音 ng 在舌尖音的部分 还有一个站音 la la muzu la muzu la muzu la ngu la ngu la ngu 反过来说 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来用书写符号把它记录下来呢 现在请大家跟老师来做记音的练习 注意听老师念的声音 然后把 试着把它用书写符号把它记下来 好 请听老师念 va vulu va vulu 知道怎么记了吗 好 请看黑板上的答案 va vulu va vulu vulu 再听以下的词汇 xia la bici xia la bici xia la bici 同学们知道怎么记了吗 好 请看黑板上的答案 xia la bici xia la bici xia la bici 接下来 请大家听 dugu xia la b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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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答案 Voodoo 再听以下的发音 知道怎么记了吗 好 我们一起看黑板 大家都答对了吗 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把发音跟书写的 主要观念都告诉大家了 不过大家还是要多多练习 多多熟悉它 才能够正确无误的运用 熟悉了书写符号 对于我们语言的流传跟记录 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说什么安北 大家下次空中再见 再见